赚钱的第一步一定是研究人 想要挣大钱 那你就要去研究人 只要你把人给研究透了 你干什么都可以取得成功 一通百通 你想一想 钱是从哪里来的 钱来自于用户 来自于买家 来自于有需求的人 商家也是买家 卖东西的 同时也会去买东西 所以钱呢 一直都是你给我 我给你 你给他 他又去给他 往复循环 没完没了 钱的来源就是人啊 研究搞钱 就是研究人的一个过程 研究人呢 无非是两个方面 研究自己和学会研究别人 第一呢 研究自己 比如年轻的时候 你花钱买了一些 本不需要的东西 思考一下自己 当时为什么去买单的 到后来呢 年纪大了 买艺术品了 买茶叶了 听养生课了 再思考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去买单 反正呢 买什么 就思考一下 自己为什么要去买 先把自己的需求 和心理研究透了 第二呢 就是研究别人 行为背后皆有动机 比如说有的人 每天在群里面晒收入 他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为什么要晒收入呢 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有的人呢 一直在跟别人去互捧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样做有什么样作用呢 还有的人一直在回答问题 为别人去提供价值 孜孜不倦 执行某一件事情 他纯粹就是因为热心吗 当然不是啊 看到别人行动的时候 多去学会打问号 多思考 多判断 永远记住 谋事先谋人